你们自己看一下这个是苏宏道 怎么会没有出口的苏宏道 水要排到哪里去看不懂 那那个水积起来变游泳池不是更危险吗 部落民众质疑 这么大的苏宏道怎么会没有出口 整座刚盖好的苏宏道 看起来就像一个密闭状态 担心万一大水来了 水要往哪里宣泄出去 仁爱像护柱村中原公墓旁 正在进行野稀整治工程 不仅仪式占用到民地 纷争还在解决当中 主人又发现这刚盖好的苏宏道 居然没有出口 了解一下 因为这种工程可能很奇特 这不知道是不是叫苏宏道 苏宏道也不像啊 这是什么工程看不清楚 这刚盖好看起来像苏宏道的工程 长约150公尺 宽约6公尺 镜头呈现封闭状态 而且还直直对着部落重要的连外道路 虽然仔细一看 它有一个小缺口 衔接着马路旁的小水沟 可是新建这么大的苏宏道 民众也质疑 难道水要从这个小水沟排出去吗 农委会随途保持举难头分局 对民众的质疑回应 其实我们第一个 我们把这个整个石沟控制住了 然后在它的下游 靠近马路边的这个地方 我们才会把断面扩大 是作为一个制宏沉沙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是希望说 让土沙不要流到马路上 造成那个行车安全 那但是水还是该排到它的那个水沟里面 过量的水 我们把水线留在那个制宏沉沙 然后把沙给沉积下来 然后直接让水流到水沟 那水沟也足以宣泄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一点相信 到底是不用烦恼 就是说会怎么样 农委会水保局难头分局表示 这个耗置400万的苏宏道 主要作为制宏沉沙的功能 所以才有这种特殊设计 不过民众还是怀疑 万一将来真的要有洪水 从山上宣泄而下 这个苏宏道恐怕抵挡不住 难以预期的山洪爆发 记者No 南投仁爱 采访报道